朋友们,晚上好啊,欢迎收听灵异电台 咱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一个在商场里面职业班遇上的事 咱很少讲这商场的故事 今天我一看,这供稿不错,是一件关于商场里面的事 我呢,就跟他聊了起来了 结果发现呢,原来是当年他晚上在商场里面当保安的时候 遇上这么一档的事情 不过,他跟我说,他说也不冤 因为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懂 就觉得,这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事发生 因为本身他刚到这家公司之后啊 到了晚上夜班的时候,谁都不愿意上这夜班 而且夜班的加班费给的特别高 他当时就觉得,呵,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我也睡不着 嘿,这感情好 哥这睡觉,还能挣着钱 所以啊,他就特别踊跃的把这夜班给接下来了 但谁承想啊 我的天哪 这下可就出了事了 咱们听听这位保安大叔当年在这家商场里遇上什么事了 给咱们讲故事的这位大叔啊 人是湖南的 他说他04年就到深圳上班打工去了 到了深圳之后自己没什么技能 但是又想赚点钱 经过朋友介绍就来到一家保安公司培训 大叔说那会儿我还年轻 体力也好 经过了一段时间培训之后啊 就被一家保安公司选走了 选走完之后 没有这么二十多天 直接给我分配了工作 当时我第一次分配工作这家酒店呢 我非常开心 在里边干的挺好的 但是没上些日子班 总公司那边就有要求 说选几个身体好的 壮的 把我们调到罗湖那边的一家商场上班去 我当时非常不高兴 反应挺大的 但是他一说出来这工资数 嘿 我动心了 因为比我现在工作酒店这边要高上一千元 哎呀 我一想这是好事啊 没有酒店忙 它本身是个商场 这太好了呀 就这么着 大叔就跟着几个保安 等于是公司派的这么一个小队伍 就派到了这家商场去 等到了商场 大叔他们一瞧啊 嗨 哪是什么想象中的大商场 名字起得特别辉煌 结果一看呢 一共就三层楼高 而且平层面积也不大 六个保安 足以能管下这间商场了 大叔当时就想 哎 这 这么点一个小商场 这治愈找这么多保安吗 后来大叔才明白 那罗湖这点地儿 那寸土寸金 这间商场别看个小 总价值可不亚于之前那个酒店 并且商场里边有好多金铺 虽然特值钱的东西 晚上老板会从金铺烧摊时拿走 但是还是会留下一些啊 特殊的货物的 所以大叔他们的工资 跟常人是不同的 要求的安保级别也不同 就这样 大叔就在这正式 开始上班了 上班的前面没发生什么烂事 挺好的 每天大叔负责白班 但是工作里有这么三个多月之后 哎 有这么一天 忽然间这保安队队长就要求他们开会 这开会内容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之前呢 这商场有别的保安遗留 好像是还没到月份 工资还没结齐 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 那保安合同也就到了 上夜班的保安啊 等于没有人手了 夜班保安没了人手 保安公司这边准备就是从自己这边调配 调配的时候 就准备让这个保安队长啊 安排夜班保安 但是大叔说呀 说这保安队长不是一般人 有两瞎子 贼能忽悠 你知道他跟我们说什么吗 这保安队长说啊 我想了一下啊 咱这夜班是 没必要安排三班倒 这样排班也麻烦 并且这人的生物中啊 不正常 天天上夜班 一会儿再给你们倒倒倒白班来也不行 干脆我想了 咱选上两个人 让这俩人呢 值夜班 而且永远就上夜班 并且总公司那边说了 谁要是能上上这夜班 工资再加八百 行吗 您看这保安队长的动员能力强 人家做事啊 是这么着来 跟普通人出牌套路不一样 哎 把这优势先给您唱明白了 所以由于他这个说法 哎 当时开会的这几个保安 全都约约预示下来 就希望恨不得赶快上这夜班 这白班啊 根本没心思干了 可大叔当时啊 是属于是这个保安队里新来的人 他在这公司工作才几个月 那自然咱这大叔当然抢不过这些老人 由于夜班一共才要两个人 根本没大叔的事 大叔只能眼巴巴的瞧着 别的同事啊 拿着这夜班的名额 多赚这八百块钱 在这家商场里上夜班 这天大叔记得特别清楚 自己心里特不舒服 哎呀 那个年代八百块钱可是钱呢 虽说是在深圳 可这要搁在别的城市 基本上快顶上一个人半个月工资了 但没办法 大叔也只能忍了 自己没争抢上呗 但是还没过了两周 大叔说这好事就来了 哈哈 但是您听到这儿啊 千万可别认为我说这是真的好事 其实大叔那会儿也纳闷啊 哎 这好好的工作 这俩傻子不愿意干了 这会儿大叔是顿时欣喜若狂 一听夜班有两个空缺 马上私下就找了这个保安队的队长 跟队长是一番寒暄 表达了自己这想上夜班的心意 大叔说呀 那天谈话的时候 我跟傻子一样 我还给他买了两盒烟 您说这大叔 整个就是让保安队长给上了套了 这保安队长当时装孙子 假装自己很为难 但最后 哎 大叔当时以为是自己这两盒烟起了效果 第二天就帮大叔调配了工作 如同大叔的心愿 是真的在这家商场里 上夜班了 但是大叔这第一天上夜班 发现一件事 整间商场虽说不大 但怎么着 那也得有上千平米 晚上的时候 这队长不知道为什么 就安排了一个人手艺 队长只是在临走的时候 告诉大叔说了一句话 你注意点啊 你就盯住那两家金店就行 到晚上的时候 你就睡在一楼进步边上那位置 剩下的位置不会丢东西 你放心吧 大叔当时特别的憨厚 因为他觉得天上掉下来馅饼 也没跟队长说啥 问了队长一句 那就我一个人吗 队长说 说这人还没安排 大叔比较厚道 也没辙 就自己一个人上企业班来了 但是让大叔想不到的是 第一天晚上就给他来了个样看看 这天晚上就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事情 这出邪乎事的第一天呢 他说应该就是晚上十二点不到左右吧 我一个人搬了个躺椅 躺在这两间金铺中间的走廊里边 躺在躺椅上 我几乎是半迷糊状态 手里边拿着一个收音机 这收音机里啊 正是一个小姐姐 在播报一些情感类的节目 好像是采访两夫妻吵架什么的 好像就是那种情感热线吧 我正在听这入食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身边嗖过去一阵风 接下来这小阴风嗖嗖嗖的 好像在我附近刮起了旋风一样 但我这会儿虽然已经感觉到这风了 但是没太注意 因为我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非常突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忽然间我这脸上 就让人家啪的一下扇了个大耳光 这耳光啊 打得我是不明不白的 自留一下 我就从躺椅上坐下来了 超出腰里这浇棍 我就四处比划 谁啊 谁谁谁 谁谁他们删我 可是大叔说呀 左右看了半天 一个人都没有 其实我跟您说 咱这大叔胆够大的 都到这一步了 还没联想到 那种事情 大叔可能也是神经线大 拿着电棍四处看了半天 但是根本没有人的踪迹 自己反过身来躺在躺椅上 他说 我前边自己还琢磨了一下 嗯 这谁打我呀 可是我躺在长椅上 也就还没有半分钟吧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 不对呀 这 这连个动静脚步声都没有 坏了 这商场里不会是油 不知道说什么 说到这会儿我都想笑 这什么人真是都有 大叔这神经线真是够粗的 反应了半天这才明白 这好像是出邪事的 后来整个晚上大叔就没休息过 一直在商场里转悠 把能开的灯全都打开 但是到好 也没发生别的什么事情 就这样啊 一个人是硬着头皮 坚持到了天亮 到了早上起来 天亮了八点多 这才有同事 还有商铺的老板工作人员 相续的来到了商场里边 咱刚刚说的 这只是大叔第一次经历的事情 这件事经历完之后 大叔害怕了 当天中午的时候就找领导谈了话 但是领导不但没有劝大叔什么 也没给个合适的答案 还把大叔给数了一顿 领导是这么说的 你这是晚上睡迷糊了 我看看你这脸 这什么事都没有啊 哪有人打你啊 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啊 别胡说啊 我跟你说 这商场可是营业型的 你如果要是胡说出去 会影响商场的生意的 咱们这个夜班可是高薪 你要说晚上你干不了 你赶快告诉我 我呀 立马的换人 这领导 其实咱前面就说过 这牙是个鸡贼 大叔本身 我感觉神经气就粗 智商也不是太高 让这领导这天晚上又给涮了 所以说大叔说呀 我年轻那会儿的确是憨厚 实在 傻乎乎的 这天又让这孙子给涮了 说的我还觉得自己自愧不如 好像对不起他一样 结果这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 在这上夜班了 您看看 要不说到了哪儿啊 都有厉害的人 咱在工作生活中一定得走脑子 你看 这不一个年轻小伙出来深针乍道 这不就是让领导给涮了吗 因为您听到后边 您就知道 这些里边的事领导早就清楚 为什么给这些人加工资啊 为什么晚上上班 偏要安排固定班 而且还加八百块钱 这全都是套 但是咱大叔不懂 就中了这个套 这不吗 这第二天自己值夜班的时候 那可就真是出了大事了 第二天晚上 大叔一个人跟昨天一样 拿着躺椅又躺到那去了 这回他有前车之鉴 到晚上特别惊异 大叔想啊 我敢等晚上四点多我再睡吧 别回来 十二天多又有人抽我大嘴吧 大叔这天特意的把好多灯都没关上 手里边特意拿出了胶棍 躺在躺椅上待着 先前头半夜都没发生什么事 可是到了快到一点左右的时候 大叔说 我忽然听到 从我这商场的 这一楼东角的位置 有个女人在哭 这哭声啊 特别的小 飘飘忽忽的 一开始 我觉得像是猫叫 后来仔细再听不对 因为这女人 一边哭着 就开始讲话了 大叔这会儿 顿时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全身僵住 在躺椅边上一直僵僵不敢动 静静的 听着东角的女人在哭 疼 疼 身疼 疼 疼 大叔说 这女人啊 不停的重复疼 不知道怎么回事 嘴里边 一直重复 浑身疼 浑身疼的 但是 换做谁谁敢过几桥啊 大叔当时心想啊 我呀 当时还是在这待着吧 我一个人躲到柜台后边 我就不敢动了 因为一开始那哭声声音不大 到后边哭声就越来越大了 但是 大家不要以为躲到会台后边 这事就解决了 只是整整听了一晚上的哭声 没这么简单 因为大叔刚刚躲到会台后边 还没一分多钟了 这哭声啊 明显朝着大叔这边走过来了 一边哭 一边离着大叔是越来越近 又没过了几十秒 干脆啊 刚刚哭的这个女人 好像就站在柜台旁边哭一样 也就是说 此时跟大叔的距离 超不过三四米 咱这大叔当时在柜台里这种煎熬的劲儿 我也就不用语言形容了 大家完全都能理解 他说正当我在这儿特别紧张的时候 忽然间 这哭泣的女人的声音没了 然后没了可能有个一分钟不到吧 我就放松下来了 然后团着身子 慢慢探出个脑袋 想从柜台啊 抬出去周围看看 看看到底是谁才哭啊 可是大叔这头刚刚探出去 还没两秒钟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跟第一天晚上是一模一样 啪的一下 一个大耳光 就抽在我左脸上 呦 谁啊这是 他妈的 谁打我 大叔随手 又从腰间抽出了那胶质的电棍 然后拼命的挥舞起来 直到把这电棍的电呢 几乎都快按完了 大叔说 起初我按这电棍啪啪的响 我就拿着它四处的挥舞 后来我回想啊 这电棍可能救了我了 无论它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 但是电很多东西都是害怕的 并且我当时拿电棍挥舞的时候 我感觉啊 这附近有风嗖嗖的在围着我转 而且我电棍挥到哪儿 那阵风啊 马上就会消失 反正我就觉得这电棍是有效果的 那天直到把电棍快挥完了 就这样 我这才啊 保了个全身在啊 等于合着这天晚上 按照大叔说呀 他跟这东西直直打到了三点多 大叔说这东西反复的在招惹他 虽然后边没打他耳光 但他总感觉有一股气场围着他转悠 我再三的问了大叔几次 我说您这是不是当时给吓坏了 神情紧张啊 他说 绝对不是 那股气场一直在我身边转悠 嗯 骚扰到我三点多钟 而且他有的时候在我附近 有的时候就又跑回商场东边了 就这么跟你说吧 后边可能得起码得三点多了 商场东边那边我还是能听见有人哭 你说这天晚上我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哎呀 行了 朋友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这间商场啊 咱不能说具体地址 因为到现在商场还没有拆迁 虽然已经不做商场了改为别的 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听过 当年罗湖有这么一家小的商场 别看小 由于身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黄金地段 所以商场当年还是挺火的 但是后来啊 据人传闻 好像是在两千年左右吧 商场的手扶楼梯一天出了故障 由于维修工人安装完之后 没有严丝合佛的弄好 一个女客人在下到手扶楼梯的时候 踩翻了楼梯下边 这保护卷梯的闸门 一下把这女的掉到了梯井里边 哎呀 后边咱就不用说了 那手扶楼梯您是知道的 那里边都是一点一点伸缩进去的 全都跟那个齿轮一样搅拌状态的 据说当时死者是特别的惨啊 下半身全部卡在里边 等弄出来之后 那楼梯里啊 上边还都是肉叉 行了行了咱不说了 咱呀故事表述的并不是这些 意思就是告诉您说 这商场当时发生过惨案 大叔那天晚上听到的东西 跟之前发生的这起案件 刚好能相连接 不过放心 咱大叔现在非常健康 工作也非常的好 现在回到湖南老家 自己做起生意来了 这都是早年间的经历 不过因为这件事 大叔说我也得谢谢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投身到电子厂里边上班去 正因为这保安工作干不下去了 我才转到另一个行业 那同样 正因为我换了一个行业 大叔现在自己做起生意来了 嗨 朋友们晚上好啊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期节目呀 我不想跟大家含蓄什么太多的东西 因为呀 大家看一下标题 这期节目呀 肯定是特别的可怕 这是一件发生在九十年代左右 咱们南方的一座城市 流传的这么一件故事 这个故事啊 是一个阿姨跟我说的 事发人呢 就是阿姨的同事 也就是说 这是阿姨当时在一家工厂 是上班的亲身经历 来 咱们跟着大凯 把时间导到九十年代的中期 给我讲故事的这个阿姨呀 此时在一家国营工厂里边上班 和阿姨一起上班的呀 有一个关系还算不错的同事 虽说到不了闺蜜 形影不离的地步 但是俩人呢 也是经常没事 唠唠家常 中午有时候呢 也是一起去食堂吃饭 阿姨的这个同事啊 比她大两岁 因为当时上班的时候啊 咱们讲故事的这个阿姨呀 只有三十多岁 阿姨的同事呢 已经结婚了 而且呀 有一个孩子 咱们讲故事的这个阿姨呀 从进场呢 就是一直这个大姐照顾着她 但是让咱们这阿姨 万万想不到是 一个平静的工厂生活 这竟然还能发生啊 让她一辈子都无法解答的事情 有这么一年的夏天吧 这平日里啊 跟她最要好的这个大姐 这忽然间的呀 性情大变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大姐平时是一个特别热心善谈的人 那忽然有这么一天早上上班啊 咱们这个阿姨啊 去跟这个大姐打招呼 大姐好像都不太愿意 搭拎她一样 大姐跟老公啊 跟孩子也经常吵架发脾气 但是每次有了这种事啊 都会跟咱们这阿姨呢 聊聊天 说说心里话 但这次好像事情是非常严重 大姐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过这么没礼貌过 早上起来呀 喊了她好几声 连回头都不回头 就好像没听见 直接呢 就走到车间里边去了 这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啊 大姐的第一个反常的征兆 后边这个大姐呀 经常自己自言自语 嘴里边说的东西啊 好像都不是关于工作生活的事 有时候咱们这个阿姨呀 会去偷听大姐到底说的啥 好像总是听到呀 她自己在窃窃私语 说是 我时间不长了 哎 差不多了 这也就吧 这个意思了 好像她说的呀 都是一些关于终结她自己生命 或者是一些呀 特别悲观的说辞 这让咱们这个阿姨听完之后啊 感觉是无比的害怕 起初呢 阿姨觉得大姐不理人 可能是啊 生活上出了什么事 后边呢 她总自言自语 这阿姨就感觉呀 大姐可能是精神呢 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必定啊 俩人是工友 一来二去的呢 阿姨慢慢试着去哄大姐 去询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咱这大姐呀 就一直说不清楚 甚至你问太多了 她会攻击你 有的时候严重了呀 她会用脏话说你 那弄得咱们这个阿姨呀 就有点懒得搭领她了 没过大概多长时间 这大姐呀 就更严重了 为什么 因为大姐根本呢 就不来上班了 她呢 一不来上班了 她的很多事就开始啊 在工厂里流传起来了 当时是各种版本 有人说大姐呀 是得了什么忧郁症 还有人说呀 大姐这性情大变啊 跟工厂后院的那窝 黄鼠狼有关系 那也有人说呢 是大姐老公有了外遇 一下子把她呀 给戚封了 现在呀 人已经进了精神病院 是根本没法工作了 实际上在这些 大工厂里边的 这些工人们呢 每天啊 体力付出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们的精神方面啊 是非常非常无聊的 所以呢 一旦逮着这种热议话题呢 相互之间传的速度啊 就特别快 这工厂里边好多人呢 就对大姐这件事啊 编写出了各种版本的故事 就是如同咱们之前说的 大家正当一乐 或者当一新鲜事传着的时候 也就啊 都没有二十天左右 这噩耗啊 就传来了 跟大姐呀 在一个车间的这些工人们 是最先知道的 为什么他们最先知道啊 因为一天中午啊 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 这忽然通知大家 来 大家静一静 跟大家说点不高兴的事 咱们车间呢 出事了 这大姐听完这些话 马上就聚了过来 这谁都想不到啊 车间主任 接下来竟然给大家 汇报了这么一个噩耗 跟大家说一个 不太好的消息 那谁谁谁 不是前些日子 一直没上班吗 这今天早上 她老公刚才来的消息 人呢 已经去世了 大家呀 先别闹 先别先听我说 别管怎么着 咱们这么多年的工友了 大家看看 这些户人家家里呀 也不太容易 咱们该封白包的封白包 该多帮忙的多帮忙 私下要是跟她关系好的呀 希望你们有块组个队伍 去家里呀 看看她去 唉 你说是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这不光光是你们心里不舒服 我这心里呀 也特别的难受 主任做完这个通知之后啊 整个车间的工人 全都沸沸扬扬的热议了起来 有的呀 都是在那讨论 也有一些跟大姐关系好的呀 这一下子就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来 尤其是给我讲故事这阿姨 因为她跟大姐平时联系是最多的 她从大姐发病 大姐一切的变化开始看着 直到今天才得知 大姐原来呀 已经离开了 那这种事情要是让咱们遇上了 那指定也是心里边 第一是悲伤 第二啊 是无比的好奇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啊 啊 这才四十多岁的一个大姐 这忽然间 人说走啊 就走了 大概呀 是第二天 起码啊 车间去了得有十个人 再加上工厂的领导呢 都去大姐家里啊 祭拜大姐 大姐的尸体啊 就停在家中 大家呀 也都看见了 没什么太不正常的 静静的闭上眼睛的 躺在那 唯独让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啊 这第一次看到啊 还有人穿兽衣的时候 脖子上非得戴着这么一个花纱巾 这大姐平时也没有这习惯啊 也不知道这家人呢 是怎么给点缀的 还有呢 在当时的现场中啊 包括领导还有工友们 询问家人 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里人呢 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只是说呀 死于意外 就这么不小心的呀 给猝死了 人家家里人呢 一直处于高度的悲伤中 所以啊 去看望的这些工人领导 就没有再敢深问下去 给我讲故事的这个阿姨啊 把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有点着急了 我说阿姨 您前面说的这些东西啊 第一是太多了 第二啊 我感觉您这后边啊 是准有厉害的故事 这个阿姨呢 当时作了作牙花子 告诉我呀 说大凯啊 我接下来跟你说的这些事 可就有点神乎其神了 我也就是跟你聊 这换另外一个人 我是不说的 因为这件事啊 我自个儿都无法面对 说白了吧 我都不信 我怎么能给别人讲呢 后来在我一再的跟阿姨询问中 这阿姨终于啊 把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啊 告诉了我们 原来呀 去世的这个大姐呀 背后隐藏着一个呀 极为可怕 而且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姐的这个死亡原因呢 都是从她老公嘴里得知的 在大姐去世的两个月左右 老公相许来厂里边闹过很多次 因为她老公直接去的呀 都是领导的办公室 并没有啊 让这些工人们知道 工人们对这些事啊 几乎是不清楚 这件事起码啊 都解决了 得有大半年了 在一次车间主任和领导吃饭的饭局上 工厂的上层领导才把这件事告诉车间主任 这当时车间主任听完 领导跟他说那大姐的去世的来龙去脉 让这车间主任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再加上这车间主任也是个大嘴巴 把这件事整个呢 就讲述给了车间里的比较要好的工友们 讲故事的大姐跟我说呀 要不是车间主任嘴大 我们呢 是真想不到 她是这么死的 去世大姐的老公啊 是这么跟领导说的 我媳妇啊 你们工厂一定得给负责 这个虽说不是死于工商 但是我觉得是在你们工厂啊 找找什么邪东西了 那不然的话呀 我媳妇不可能这么早就走了 这现在留下孩子和我 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而且呢 她呢 就是从你们这上完班回家 发作的 我告诉你啊 领导同志 我媳妇啊 大概是临死前的十几天左右 这忽然间早上起来呀 照镜子 这人一下呀 对着镜子就喊了起来 我当时跟孩子马上就跑了过去 就问我老婆 说这怎么回事啊 出什么事了 她竟然跟我说呀 她刚才照着镜子的时候啊 忽然间自己的脑袋没了 我说你这脑袋这不是在了吗 没有没呀 她说不是啊 你看不见吗 在镜子里我看不见我自己的头 就当时把我跟孩子一下呀 就就就就就给吓着了 还有呢 她当时照完这面镜子之后啊 她就起身 她觉得是镜子出了问题 她就把我们家所有的镜子都拿出来照 她一下子就更严重了 因为她说呀 所有的镜子照完她自己个儿 都找不见这个脑袋 我呢 也是我们工厂里边烧锅炉的 我哪见过这个事啊 我明明看着镜子里能看见她的脸 可她自己偏说呀 她没头 就从那开始 这人呢 就不正常了 回到家里 饭也不做了 天天哭丧着个脸 拿衣服 拿被子 把我们家所有的大镜子都给挡上 小镜子呀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就直接呀 都给丢了 全家包括孩子 谁也不许照镜子 我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呀 我可能还跟她吵了一架 而且吵架的时候发现呢 她好像语无伦次的 其实那会儿啊 我就想找你们厂里来 自好几年前就开始流传 你们厂里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就感觉我媳妇 是在你们厂里 被什么东西啊 给弄着了 所以这件事啊 厂领导们一定得给我们做主 不然我这媳妇就白死了 留下我跟孩子 你说这后边的日子 我们怎么活 这听到这儿啊 咱们这厂领导们呢 就觉得不对劲了 说这你说的这东西 他这明显是得了什么神经病 或者抑郁症了 那我们想问问你 难道他就是因为照镜子 给吓死的吗 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死的 你们家人那会儿 为什么不说呀 厂里边这些领导 不经意见的这些询问 他老公说出来 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啊 差点把厂里的领导啊 都给吓死 嗯 我 我跟你们说吧 我也不是不跟你们说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因为当时啊 把我跟孩子 还有我们的老太太家里人 都给吓着了 所以那会儿 我们就觉得 不愿意把这事声张出去 但我躺在家里啊 越想越不对劲 这事啊 你们厂里 绝对有一定的责任 我跟你们说一下 他到底怎么死的 你们啊 做好心理准备啊 别害怕 还记得那天 你们去出殡的时候 看我们吗 他躺在棺材里 你们好多人呢 都盯着他脖子上 那花围巾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给他戴那个围巾 我老婆死的那天下午呀 去菜市场买菜 骑的我那台电动车 因为我工厂的位置比较远 电动车 我找师傅调过一下 时速呢 比较快 最高的时候啊 能到三十多卖 其实三十多卖 也不算多快呀 那谁知道 接下来呀 发生了这个事 他好像啊 是快到菜市场的位置 有人家在测量路 好像是准备修路 修柏油路 远程的吊脚定位的时候啊 要用一些线呢 来定位 人家那附近布好了 道路的那些拦截 我老婆可能是前段时间 给吓得就没走脑子 直接奔着那施工现场啊 就给骑进去了 施工现场拉出来的那些细线呢 那都是啊 特别细的钢筋线 再加上他车速比较快 而且呢 他是完全没看见 这人直接冲着那钢筋线上 就骑了过去 没想到的是啊 那钢筋线呢 正好卡在他脖子位置 这一下子呀 把我老婆的脑袋呀 就给削下来了 这等我到了现场的时候啊 这人啊 跟头啊 是分开的 后边呢 我们找了殡葬的化妆师 处理了半天 也有痕迹 我不想让他走得这么难看 所以啊 才给他戴上的这个花围巾 为什么我说跟厂里边这件事有关系呢 他要没有征兆 他要不是中了邪 他能之前在家里照镜子的时候 就看见自己没有头了吗 厂里边这些领导啊 听完他老公说的整件事啊 这没有一个人哪 敢反问 全都是啊 哆哆嗦嗦的呀 让他老公啊 赶快回去 你呀 别担心 我们肯定厂里边 会给你们一系列的补偿 咱们啊 回头啊 再去协商 这老公啊 被领导们哄走以后啊 这接下来整个的领导办公室 就开始讨论起来了这件事 这人还能预知自己死亡 之前几天他就照镜子 没有了脑袋 没想到过两天啊 真的让铁线呢 把脑袋给切了下来 这领导里边啊 有一个跟这个车间主任关系比较不错 在酒局上喝点酒呢 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啊 就这么一五一十的讲书给了咱们这个主任 就从咱们主任知道这件事起啊 这全工厂啊 基本上就无人不知了 讲故事的大姐跟我说呀 说大开呀 我告诉你 我们工厂啊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了 这个女的呀 这叫死亡先兆 她能预知自己死亡的一些事 或者是啊 有人呀 想在冥冥中提示给她 让她逃过此劫 但由于家里人呢 没什么文化 也不懂这个 最后还是没能逃过这次命运 还有人说呢 这件事啊 就是之前咱们说的 咱们工厂后边有窝黄鼠狼 之前呢 咱工厂就有人看见过呀 那些黄鼠狼啊 蹦的蹦的的跟人一样 这事啊 指定跟他们有关系 反正啊 这厂里边啊 是出来了好多版本 讲故事的阿姨最后啊 还安慰跟我说 说大开你放心 阿姨跟你讲的这个 是绝对严谨的 我怎么听的 我就怎么跟你说 咱绝没加过任何夸张 这个事啊 就真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件实事 再加上呢 这是我的姐妹 她已经都去世了 我不可能啊 再捏造她的故事 好了 听众朋友们 这期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了 我觉得这期没什么可分析的 两种情况 一种啊 就是大家所想的 灵异事件 又发生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咱们这个大姐的一些机缘巧合 可能加上她之前的一些精神错乱 精神方面出到了什么问题 看在镜子里呢 自己的确就是没头的 因为她大脑呢 已经坏掉了 没想到呢 恰巧过了些日子 正好被铁线把脑袋给嘎了下去 这这么一连接呢 一个巧事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灵异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你让我下结论 我下不了 咱们听内容 听故事 您心里怎么想啊 得您做主 得了 咱们这期故事就说到这了 您呢 赶快去收听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